找到一个才能 那这个人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影响 又会是什么 我想以前我们当然是制造业的一个时代 已经过去 现在来说的话 台湾要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高科技也好 服务业也好 三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一个当然就是科技 第二个是品牌 第三个就是人才 因为你不是一个生产线 它一直run一直run 东西就是可以出来 我们需要有这些知识型的人才 那管理人才跟吸引这些 知识性的人才 maybe一个idea 就可以帮一个公司 创造一个新的价值出来 所以刚才逸琳提到这个小店吧 这个小店它可能 maybe 每天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这个工作的习惯 那可能有这个新的人进来以后 他可能加值 也许他的餐饮看起来比较漂亮 也许他的服务变得比较好 所以价值就会提升上来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企业是需要的 所以刚刚玉芬提到 就是人可以使那个价值提高 addly value 不要要提高 刚玉芬提到一个名词 可能我们的观众不是那么了解 叫做head hunter 就是猎人头 就我刚开始认识这个玉芬的时候 我就想是什么公司 猎人头公司 这听起来有点像 那如毛瘾血的这种时代 所以我们等会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要来请教下玉芬 你到底你的工作 人家常说是猎人头 那讲得好听也就是高阶人士的一种management的管理的工作 所以我们稍后回来的时候 要请教一下玉芬 什么猎人头 head hunter 那你是人头要被猎吗 稍后回来再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欢迎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focus都可能是慢慢的移转到所谓公司的顾问也好 或者是公司的幕僚的单位也好 那慢慢的有一些人力资源上面的服务 例如招募的服务或者是其他外包的服务 慢慢的就会有这些服务公司来帮他们cover 然后让这个公司可以专注在他的核心的企业里 那我想招募的这一块就是所谓的猎人头的这一块 大概就是所谓招募服务的一个部分 怎么去帮企业找到一个核心的人才 让企业在他的核心的这个发展上面可以加一个助力 好 我要问一下李教授 您怎么样去定位这种所谓的猎人头公司 head hunter 你觉得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为什么这些高阶人才自己不会去应征吗 难道找不到吗 一定要透过这个一个agent来帮助他找到这样的人才 这两点 第一个假如他是很灵光的 他通常不会出去天天去看报纸去找事 应征工作 他绝对不会出来 第二个我们讲今天是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用错一个人对公司的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 比方说我这个公司投资了一千万去做一个研发的工作 另外一家公司也投资了一千万 假如我对方比我这个研发的结果早两小时出来 我这一千万就泡汤了 所以我请用错的人我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人这个人在哪里呢 所以我要请这个专家 这个专家就是猎人头公司 那猎人头公司也不是说 凡是猎人头公司做同样的事情 对猎人头公司分很多很多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请的是什么 比方我就请大学校长的 那个猎人头公司不一样 我这个高科技的西游又不一样 传统产业的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你要找对人 你今天找错人你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所以他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通常在一个企业他要找到高阶的主管 高阶的人才的时候 他不是到处可以找得到的 他这些这个人事顾问公司 他们就会平常手上有一些名单 这些人他的优点缺点 他的resume 他的履历表都很详细 当公司有需要人才的时候 就到他们去人才库去找 那他们就帮忙两边去找到一个中间点 比如说你要多少薪水 你要什么样的待遇 那这中间找到一个空间 那我就要问一下玉芬 就是说您在这些年来从事人事顾问工作 也曾经跑了很多的国家跟地方 那我之前也听过你在演讲的时候 特别强调就是说 现代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他具备有些特质 比如说语文啊 移动性啊这些 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在全球人才移动的范围上 你在找人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容易领到高薪 什么地方会配高薪 OK 我想大家对高薪水 高发展的工作都是非常有的兴趣 那确实是我想地球是平的 越来越很多的工作都是澳洲 你会发现每一天 你每天的薪水可能不是在台湾发的 可能是在马来西亚发的 你今天收到一个简讯 他可能不在台湾发的 他可能是在这个印度发给你的简讯 所以透过这个外包 哪里的成本低就是往哪里跑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就好像我们maybe三年前五年前 你到国外去工作 你会觉得是说 哎呀 离下背景非常的远 可是现在早上到上海 下午就回来了 还很远吗 可能比高雄还要近 所以你的选择性就变多了 那选择性变多了以后呢 这个各方的人才 那就会变成一个需求跟供给的一个情况出来 所以国家的核心的人才 跟这些全球人才的移动 比较好的国际的人才 他最少最少要具备三个主要的一个能力 第一个来讲就是他的专业力 第二个来讲就是他的移动力 你要能够在每一个国家里面这样子来跑 第三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整合力 因为你只要跨国界 你的资源 你的这个很多的部分都不是在一个地方是可以被满足的 所以你要有这个资源的整合的能力 那语言能力啦 或者是说沟通的能力 我想大概成为一个专业经理人 这都是算是蛮基本的一些的能力 所以以我们台湾的才能来说的 我常常觉得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这个人才们呢 都是呢耐操耐磨 可是呢就是太谦虚了 就是说我们学校教我们的时候是说 我们觉得你做得很好 没有啦哪里啦 这是我应该的啦 老板在review你的时候 就是说伊林啊你今年做得非常的好 他说没有啦老板这个栽培的很好啦 通常没有人会觉得是说 对我花了多少的时间把这个project做完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做了多少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的表达力 所以会形成我们的人才呢 在世界上去竞争的时候 在表达力上面来讲 虽然我想能力是够的 但是表达的能力 这个是确实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的 我看起来不止三粒有五粒嘛 第一个是专业能力嘛 第二个是你能够移动嘛 就是今天在台湾在上海 在杜拜这样的人都可以 第三个就是整合力嘛 第四个是语文嘛 第五个就是这个表达 跟自我推荐的能力 那这方面我就要请教一下李教授 看起来如果这样是一个国际抢人大战 对不对 全世界都要抢人才不是吗 对 而且据我知道 像新加坡 像香港 都用非常高的薪水 来聘请大学教授 吃台湾了好几倍 你看新加坡的总统的钱 都比我们台湾这种 全世界都不得了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才大战 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大概另外强调一点 在过去一直到去年之前 在抢人才的上面 都是强调是高薪 很高的薪水 非常高的薪水到全世界去挖 最好的人进来 我也是CEO进来 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改变 用高薪挖进来 很高薪水挖进来的时候 通常会出问题 是什么呢 你给我这么高的薪水的时候 我要能够解释 为什么我值这么多钱 所以开始用一些 不很正当的手段